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萌 那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天 上期我们打云山木板 结果却掉落了潜影盒 不过有点可惜的是 这个世界的潜影盒已经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功能 所以就只能当个弱化版的箱子来用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它的价值 因为其后续产物就是阿萌手伤的这个不死图腾 作用我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今天呢,阿萌打算继续来研究一下这个充满好奇的世界 那各位,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这根竹子,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一早就注意到了,对不对 但是我好像...好像...好像是忘了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我这寂静你们也都知道的 依稀记得,好像...大概可能是石制品来着 先做个楼梯试试 石楼梯打掉后会变成绿色的混凝土 混凝土打掉后会变成半线钩 半线钩打掉后会变成骨头 难道这就到头了吗? 嗯?有了!把骨头分结成骨粉,然后再合成骨块 哇,卡卡,真是机智如物啊 不过最后打掉七只之后,还是难逃消失的结果 看来应该不是楼梯 那还剩下三个原石,好像就只能合成半砖了吧 死马当活马医,来试试看 还真的是从半砖中转化出来的呀 阿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阿萌要重点强调下竹子呢? 那是因为我发现,把竹子种到花盆中之后 都掉后会掉落一个橡木火板门和一个红色羊毛 一个橡木火板门的价值略等于一杯包的不死图腾 当然这是上期视频的内容,我阿萌怎么可能会来炒冷饭呢? 重点是这个红色羊毛,剥掉后会掉落地狱砖台阶 可能到这里还看不出来哪里特殊对吧? 那我们继续 怎么样各位,有没有被吓一跳呢? 这就是阿萌在这个系列开始时说的 有可能随便录个方块就可以复甲一方 没猜错的话,这个台阶实际上应该是沉船宝藏的藏宝箱才对 废话,就只有那么一个地方会产海洋之星 你以为我们都是小白? 哼 一堆东西当中就只有TNT这一个方块 来继续继续 木棒和面包 接着路又出现了铁制的工具 还有金钉 哇,这TNT也是个宝箱啊 宝箱套宝箱 阿萌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厉害厉害 不过就是里面的东西有点惨不忍睹 嗯,也就只能当废品丢掉了呀 好在这大自然有自然回收的机制 不用担心污染环境这一说 那这边的竹子长得也差不多了 可以来试试看了 哇,我这今天是跟宝箱杠上了吗 光竹子我就已经开出了三个宝箱 那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又是哪里的宝箱吗 也忒穷了点 那附近的房块好像都被阿萌给录的差不多了 再想接着开新的 两种方案 一种是换个地方 新的环境才会有新的机遇 另外一种就是自己来创造 既然我们刚刚开出了这么多的矿物 不用的话好像也有点浪费 那我们就各种方块来一个 那各位,这天眼瞅着可就马上黑脸 再加上阿萌最近这感冒一直都不好 天一黑,这咳嗽就更加厉害了 所以我就先溜围境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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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